杜丰不装了 CBA裁判回应 八倍镜还原假号防守马尚布鲁克斯的重大细节曝光 击碎的谎言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在刚刚结束的本轮CBA常规赛第三阶段的一场焦点战中 山西南篮主场对阵广东队 那么这场比赛原本是一场非常激烈精彩的强强对话 但是却因为在比赛第二节时候 假号防守马尚布鲁克斯过程之中 疑似要有恶意伤人的动作出现导致场面失控 广东红远队主教练杜丰在场边也是直接情绪失控发飙 追着假号就冲到了山西队的替不息 几名裁判员上前拦都拦不住 拉都拉不住 裁判员为了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化 将杜丰直接驱逐离场 那么但是杜丰依旧还是不依不饶在场边 骂马咧咧 指着山西队的替补席 指着假号就一直在骂 我们看到假号这边呢 还同样理直气壮 也上前给杜丰去解释自己 随后被山西队的几名队员拉了回去 那么证明啊 说杜丰这时候在气头上 你也别上去给他解释什么 但是能够看出假号这个时候 他感觉自己很冤 我就是一次正常的防守动作 你杜丰凭什么凭着你是吧 虽然说在中国篮球圈里边 你名望比较高 但是你也不能就欺负我一个小孩吧 对吧 在这个时候 所以说双方就各执一词了 而比赛结束之后 这件事也冲上了热搜 双方球迷各地媒体 也都是睁开了一番讨论 大家呢 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我们能够看出啊 有的一方 对吧 明显的是支持这个假号的 说假号这个防守动作 完全没有问题啊 他是收住腿收住脚了 也没有故意朝着人冲过去 没有垫脚 没有伸腿 去扫的动作 并没有有意的去重伤马尚布鲁克斯 为什么会使得杜丰 他情绪如此激动呢 当然也有球迷说了 对吧 说这个动作是非常有伤害性的动作 这个动作比垫脚的动作 危害性还要大 说这个动作 如果说造成了重伤 是有可能让马尚布鲁克斯 赛季报销的 对吧 现在就形成了这两种舆论的声音 双方各执一词 僵持不下 大家呢 似乎都感觉自己说的很有理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 究竟谁有理 其实我个人感觉 大家谁说都不对 那么那就是让CBA联盟 让CBA的裁判员来认定 他们作为这场比赛的执法者 他们认定这个犯规 究竟是否存在 那么这一次的防守动作 是否存在恶意伤人的行为 裁判员他们是最专业 最权威 最有公信力的 对吧 所以说一切以裁判员的标准来衡量 那么事实证明 在这样一个犯规之后 那么裁判员经过了反复的 慢镜头的录像视频回放之后 他们也正式的做出了一个回应 而回应之后 也或许戳穿了有些人的谎言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这一次 真的是由于假号 他恶意伤人动作 而导致杜丰的情绪失控 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说假号这一次 他的动作 不存在任何的恶意伤人动作 被裁判员认定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杜丰他是无理取闹 那么你这样的无理取闹 严重的扰乱影响CBA比赛秩序 并且大吵大闹 骂骂咧咧 在现场直播的电视机前 对吧 你能够直接公然的冲到 对方的替补席 想要讨要说法 而且张牙舞招想要动手 这样一个有失 CBA主教练 丰度的行为 很显然将会遭到 联盟的严惩和制裁 重罚 对吧 因为这已经严重违反了 CBA的相关管理未定 那么很显然 大家也都在等待着 CBA裁判的一个最终的判决 那么实时证明就在比赛结束之后 作为本场比赛的当事人贾浩 他也是更新了自己一个设媒动态 并且发表了一篇长文 他这篇长文中已经明确写到 他表示在中场结束后 三名裁判员已经就这个犯规动作 进行了一个反复的八倍镜视频的回放 那么回放最终确认 他三名裁判已经告知了贾浩 说他的防守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专注比赛就可以了 不用再去受到比赛的这些事情的干扰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三名CBA裁判 已经针对此闹剧做出了一个正式的回复 假号防守马尚布鲁克斯的动作 是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 非常干净的防守动作 那么杜峰 他在这个时候 他的这种无理取闹 就再度的被大家推上了风口浪尖了 所以说在此我们想反问一句杜峰 如今看到了CBA裁判的 这样一个官方的回复和回应 那么杜峰你不装了吗 所以说我们眼下也是奉劝杜峰一句 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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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感谢观看